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主席和CEO的功能 在公司裡面經常有英式或者美式 美式的就是主席和CEO 英式的就是董事長和總經理 很多人就混淆了身份 以為董事長或者是主席 就參與很多公司日常的工作 等同皇帝和首相 或者是國家的領導人 和國務院的最高領導人一樣 因為其實一間公司最重要是定立了那個方向 那個方向其實通常都是由主席 他夠不夠高瞻遠足 想到一些大的方向 其實大的方向想通了 再定了一些實行的計劃 就由CEO或者董事總經理去執行就已經可以了 其他大部分是做一些形象工程 不過有很多人是工作狂 經常都標榜自己有多勤力 我經常覺得通常標榜自己勤力的人 做主席的人公司都會是麻煩的 尤其是舉個例子 好像美國那樣 最輝煌的時候 其實就是講著 列根那個年代 或者克林頓那個年代 列根其實就是講 他的治理就很簡單 他差不多 直接是講四五點 就是要關燈趕些同事走 叫別人不要做得那麼辛苦 多些花幾倍家人 根本世界上 你說做事是不是 需要花那麼長時間去做 我覺得不是 長時間不是代表你有效率 長時間工作不代表你走的方向 我反過來欣賞work smart的人 多於work hard的人 因為work smart的人 其實想到的方法是怎樣 可以減散工序 做得好些 反過來 work hard的人 可能只有一批慢徑 但是未必走的方向是對的 未必做得最有效率 如果你是一個work hard的主席 或者是董事長的時候就會麻煩 不可以停下來 留一些位置給自己 去看市場的變化 去想一下大的方向 很多時候管得太細 管得太精細 反而令到自己就迷失了 這個我經常都覺得 香港也是犯了同一個毛病 他經常標榜自己勤力 但是勤力沒有用 正確的方向 譬如通關那些 你走正確的方向 好過你做一些 做到 但是於是無補的工作 這個是我自己的看法 今天想講的主席 和CEO的分工就到這裡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